也被挖了很多的窗子 其实跟原来的设计已经都不相同了 都被破坏掉了 那王大宏建筑的保存协会他们说 可能可以再恢复 问题是就是为了安全为了方便才去做这些改变 你恢复以后会影响到现在居住者的方便性 而且现在他设计一个私人住宅 你要保存它 你当然需要 你可能是需要做纪念 或者是做研究 或甚至是开放被参观 可是现在是私人住宅 我们拒绝开放 而且一楼 那里面也不能看 你能看到外面而已 可是外面也跟原来的已经有改变了 也不一样了 所以说 他的保存价值的意义在恒合呢 所以请大家甚时考虑一下 好 谢谢 就你代表吗 是不是 我代表四十层 我就是个拙权人 所以其他几位就列席 但是不发言 好 非常感恩 来 我们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谢谢 好 请 我看到他们的书里面有写一个第一段 他说 若王大宏建筑研究及保存协会 却有诚意 则请其前来协商议价 并购回本部后再自行处置 那这个是你们所有的意见吗 那你们有跟王大宏的协会有联络过吗 好 说一下 我们当初跟他们的一位是他们的执行长SA 其实我们有事下有后面有见得打开他一下 当初他是说 他也有说我们因为私人住宅 会损害我们所有人的权益 所以他们觉得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回去 他们要做任何处置都可以的 好 文化其他补充 跟老师报告 徐明松他大概第一次会館的时候跟我们去 其实在会场里面他也有提 他协会超满 但是后来经过大概这些时间的沟通 其实他前几天就在报告上就讲 他说协会没有那么多钱 希望政府来帮忙去处理这个后续的恰够的事 所以这个大概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今天还是要用价值的评念 请老师来办公 好 今天学会没有派人来 学会没有代表参加 好 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好 请 王先生的那个私人住宅的设计 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改成在美术馆了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在天母 那个现在以前玉兆川老师演出过的 那如果就先不管是不是人 就设计面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栋确实是非常的特别 但是我们看到外观也觉得蛮难过 你看那个大门就被打了一个洞 然后左边是养生餐厅 右边是那个领法厅 那他整个那个区位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 不管是王道或建筑的一个小的museum 其实他的意义比现在在美术馆的根 因为他是原地保存 那当然我也认同 私有住宅不能说 所以我就把你拿走了 我知道这边的地价也不便宜 我不知道 好像一瓶也要一两百万 应该是土地价值不高 应该大概要两百万 应该大概要两百万 所以那如果整个呢 你们那几瓶加起来有多少钱 市内院街煤 煤层大概有五十瓶 就五十瓶 所以这卖下一层 我要买好几千万 我们先不管这个就价值面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他很特别 而且去有那个 那如果把它换算成$的话 其实如果能够 就像我们王道洪在做 我们很多建设公司 运营指示等等 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把它促成 而且看起来这样写的话 屋主并没有说不能做 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意见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意见 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谢谢 来 请 因为我们屋主他有这个权益 地主屋主 如果未来的每天的开花 能够让新的大楼新的开花造作 但是对于这一座1960年代的建筑物 能某一些特质能够把它显入出来 请未来的建筑师接近新智试试看 如果这样你们可以接受哪里 原来的意思是改建吗 是 我们当初在已经有人说到那个不耕了 那我们当初说权人的意思一般想起 王大宏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建筑师 但是他可以来设计 说不定这样子可以就是可以保存 那有后续吗 知道王大宏在进入 后来也没有在进去谈下去了 反而是别的建筑公司来谈杜根 好 来 请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刚刚这个刘老师也提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可行的方向 好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就请各位这个手上的这个 有一个灯 这个意见表 那么请各位把意见表点好之后 那么来交给我们的同仁 今天总统只会请回十三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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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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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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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看 观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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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